今天在武汉吃牛肉面 取着个号要等半个小时 这会儿都下午1点过了 居然面馆还排队 看来真的很好吃 我先去逛一逛 等一下 逛着就发现 附近很多很漂亮的小店 都很有设计感 这店都挺漂亮的 对面这个冰激凌看着也不错 建议看看 希望不要太贵 不便宜 一个球22 我买了两个球 我来的来了吗 尝一尝 红茶碗 挺香的 还要了一个开心果的 蛋店里扣扣扣扣的 我要了两个球 只给我一个碗 另外装了一个普通的纸杯 开心果子正香 对了 给它个甜品的最高评价 它不甜 这儿卖莲子 能够撑10块钱的吗 10块钱有那么多 好半个小时到了 回去试面 这回来怎么 店门口被娃娃机占领了 大碗10号好了吗 好的 没有座位了 这边实在太混乱了 又没有座位 打包回酒店吃了 里边坨没有 还真坨成一块 我这要是掌握了武汉朋友 那种边走边吃的技能 我又不用回来了 不辣呀 我要吃个中辣 这边牛筋倒是软糯 尝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叫豆丝 我本来以为豆丝 可能会像安徽那种豆面条一样 结果它怎么是这种宽的 它为什么叫丝呢 这个好吃 饼饼也好吃 马上查一查是啥 是用绿豆和大米摊成的饼 也就是说是用葛根粉 精米 黄豆 面粉 管它呢 好吃就行了 每次到五花都里边开着个绿豆沙 鞋尖气温也不高 就31度 但出去还是觉得非常热 这上一顿我都喝了两杯 那大杯的 而今天这边的面皮好吃 这边的焦头更棒 哇 这下面已经拖成一个大饼了 说起来武汉这边真的很想吃绿豆啊 你看这绿豆 今天我都不愿意叫它绿豆沙 它就个绿豆汤嘛 当然豆丝也是绿豆 还那三鲜豆皮也是绿豆 那看这边盛产绿豆 好这吃完躺一会儿 又继续出去找吃的了 结果没有吃东西 我过来看知音号了 衣服换了 看来找到我能带的帽子吧 太高笑 这下的传朋友约我来吃火锅了 这家火锅比较特别 不用说是我们吉姆的兄弟点 这是一家营地火锅 用卡士罗煮的鸳鸯果 点了午餐肉的 一种亲人心血儿的午餐肉 那尝试这武汉的火锅辣不辣啊 可以吃圆汤点 看搞了一个圆汤点 就是干碟兑上那个牛油 到了我这种时间怎么吃辣更猛了呢 谁过来先回成都吃顿天心正元来测试一下 看是不是这外面真的不辣 那么8月1号6月15个山肉快门 祝你们生快乐 这块没上熟 自身都能吃啊 宜兵也喜欢吃生牛肉 还是羊肉就能吃 哦 铺铭 走完后面以后 下雨就回来 就好不了了 好不了 天哪 我就唯一一次在上海 一个比较高级餐厅里面 羊排 看着是熟的 一刀下去 就熟了一毫米 发现里面就是全身的 那以后要避免了 吃午餐肉这也比较安全 好了 跟昨天一样 不要挡着朋友吃东西 这个露营小桌子真的很小 那就面见 嘿 我们天天见